来人 哥老有何吩咐 拿把刀来 交给阎世凡 让他杀了我 沈一时打着制造局的招牌 前往淳安 贱卖百姓田地的消息 传至京城 等于给朝廷抹了黑 更等于打了嘉靖皇帝的脸 人马往往都是最缺什么 就会最在乎什么 最重盛名的嘉靖皇帝 逮着阎松父子就是一阵蒙对 把控内阁长达二十余年的阎阁老 号称坚康大明两进一十三省的小阁老 瞬间没有了往日的嚣张 只剩下对大明朝可灭十足的恐惧 被临城落汤鸡的阎松父子返回府中 罗龙文和阎茂青一直都在等待 受尽委屈的小阁老终于能够发飙了 那么多藩王 中共还有那么多人 每年开支就占据一半 去年修宫殿 又占据三分之一 国库空了 国库空了 还说是我们落下的 还说改道为丧事替我们不亏空 你们说 这国库到底是他朱家的 还是我们严着的 国库亏空的原因 海瑞也曾给出过明确说明 中共 藩王的浩大开支 确实拖累了整个大明的财政收支 但严松父子领导下 贪官污吏们也绝对脱不开干系 更重要的是 严松之所以能够牢固掌控内阁 就是因为他有三个别人无法替代的长处 能敛财 能背锅 能压制清流 实现潮局平衡 奈何 小哥老永远看不到这一层 严松语中的直白敲打 算是白费了 直接暴怒 来人 哥老有何吩咐 拿把刀来 交给严世凡 让他杀了我 如果严世凡还是不能转变自己的看法 还是如此自以为是 严松还真不需要清流党进攻 倒不如直接抹了脖子 两位领导之间有了直接冲突 下属自然要赶紧出来解围 罗龙文第一个站了出来 阁老小阁老都先不要急 眼下最要紧的是弄清楚 打着制造局的牌子买田 到底是谁干的 内讧不可取 找到问题的正结 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冒清烟同学也赶紧站出来 刷一刷存在感 听完冒清烟的分析 严世凡立马暴怒 历史上的鬼才终于开始展现自己的智慧 你们的脑子是不是让太多的钱给塞住了 这句愤怒的回对是发泄 是不满 更是压制两人的反驳声音 吸引严松的注意力 一句话 严世凡是想告诉严松 亲爹啊 你看见了吧 给你招风惹雨的并不是我 而是这些酒囊饭袋 您老听听我的分析 胡宗仙阻挠改道为丧 就是为了他自己那点臭名声 做一道书又一道本 就是要告诉天下人 这坏事都是我们做的 不是他做的 这个时候他使这个坏 对他有什么好 居然还猜到是制造局自己干的 制造局要敢这样 往皇上脸上泼脏水 何不拉刀把自己给抹了 这么明白的事情 到这个关口 你们还搞不清楚 这不明白着 是欲望手下那拨人给逼出来的 关于胡宗仙 严世凡给出的解释虽然不对 但一直都在阻挠改道 为丧推行的胡宗仙 就是为了浙江的国际民生 百姓扶植 所以 贱卖百姓田地的事情 绝对不会发生在胡宗仙的身上 关于制造局 严世凡给出的解释极为精确 吕芳 黄景 杨金水 都曾给出过类似说明 最后的总结 严世凡更是一针见血 问题的关键在于 清流党对改道为丧的种种掣肘 郑碧昌和何茂财 才会逼着沈一时 冒天下之大不韦 猛烈回怼了罗龙文和燕茂青以后 严世凡换上了一副表情 罕见大哭着喊道 老爹不明白 还找徐杰去谈心 还相信徐杰会叫赵真吉给浙江剥粮 还准备把首府的位子传给徐杰 还指望着徐杰给你老遮风挡雨 改道为丧之所以推行不下去 关键在于 没能充分保证浙江百姓的生计问题 饭都吃不上 谁愿意借卖自己的田地 所以严松才希望徐杰 能指示赵真吉借给胡宗献粮食 甚至不惜以内阁首府的位置诱惑之 但徐杰为了扳倒严党 巴不得让浙江马上乱起来 劝说赵真吉借粮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头脑清晰思维敏捷 嗅觉敏锐 这才是严世凡该有的模样 你老骂得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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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总是给你朝风惹雨 可那些风雨 他临不着徐杰 更临不着豫王那些人 这些风雨到头来 还是临在儿子自己身上 我这是为什么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确 就是要告诉严松 我明白 不作就不会死的道理 我并不像你说的那么愚蠢 不会胡作非为自寻死路 恢复正常状态的严世凡 还是极得严松欣赏的 再加上严松本就是一位 适度情深的父亲 心中一阵不忍 态度开始缓和 去给南京发封信吧 问清楚了 胡如真到底去没去找赵真吉 这个赵真吉 借没借梁给如真 确定赵真吉有没有借梁 就是要确定徐杰的态度 就是严松 会不会对清流党 发起进攻的关键依据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但 严松到底是严松 总能于混乱之中 抓住问题关键 你们也觉得委屈 事番也觉得委屈 花取那么多钱 又买房子 置地 买女人 就不委屈了 挣笔偿 何茂财 这都在浙江 干了些什么呀 你们知不知道 他们是在给咱们刮分 享受后台给予遍地的同时 也要承受后台带给自己的负面影响 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 但朝中人如果犯错或者获罪 也可能直接决定你的生死 就当时的朝局而言 严党几乎承包了整个大明朝的事物 受尽了泪 也受尽了委屈 但同时 严党也享受到了别人无法得到的特权和利益 清流党疯狂进攻严党 真就是废了江山设计 严党的极得利益 才是他们争取的关键所在 只是清流们只看到了严党吃肉 没看到严党挨揍而已 所以严世凡委屈吗 肯定委屈 但严世凡活该吗 绝对活该 再延伸一下 郑毕昌和何茂财 也是想着 能在改道为丧的过程中分得一杯羹 所以 他们就算被直接逼死也是活该 严党进入如此被动的局面 反倒激起了严松的斗志 吩咐道 给我换食衣裳吧 唉 我死了 严世凡连自己都保不了 更保不了你们 越是危机的时刻 越能彰显出老者的沉稳和锐利 严松要绝地反击了 换好了衣服 离好了情绪 又替严世凡整了整衣服 严松开始就目前的被动局势 做出反应 大虎亲兄弟 上阵负责兵 首先是咱们的人得争气 严世凡得到了鼓励 重新审视了整个事情的发展 再次将胡宗宪和制造局排除在外 说完 严茂青再次表现出了 必然会将整个严党推向坟墓的智商 要是按照小哥老一贯的脾气 肯定又会直接报警 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 加进皇帝吃丹要吃多了 只是严松刚刚已经给出了明确态度 首先是咱们的人得争气 此时不是对来对去的时候 分析问题得出答案 才是此时的关键所在 严世凡极为反常的没有生气 只是回应道 不会 要是皇上受益 那今天不会把我们父子俩叫去 弃成那样 不会 这个假是做不出来的 再次排除了制造局所谓的可能性后 严世凡给出了最终结论 爹责备我们也责备的是 是我们没有管好下面的人 现在这个结 就处在郑碧昌和茂财 这两个畜生身上 昨天接到他们的城报 只说 城安县有刁民通窝 可没有说制造局买田的事 城报的日子是六月初七 制造局买田的船已经开出了 不是他们不知道 而是知道了不报 明明知道却不会报 那么问题自然就出在 郑碧昌和何茂财的身上 而且 严世凡还精准地认识到了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 想趁机捞钱 但因为高汉文的存在 而无法得逞 只能兵走险招 一劳永逸 问题的郑洁找到了 严松开始部署挽回 负面局势的安排 你可给辱人下基地 还是责称他去查办 真要有人打着制造局的牌子买田 有一个抓一个 还有啊 买灾民的田 不能够都买光了 没收栽的现份也要买 田价不能太低 太低了 就会寄进民变 其一 将这件事的查办问题交给宁做奸臣不做小人的胡宗宪去办 不管是替浙江百姓考虑 还是为严松考虑 胡宗宪都会尽力去办 再合适不过 其二 态度坚决 凡涉事人等 一律捉拿 这是对嘉庆皇帝的交代 容不得半点折扣 其三 抬高买田价格 扩大买田范围 尽可能挽回当前的负面影响 绝不能让情况进一步恶化 这就是内阁首府的水平 解决问题 给出交代 降低影响 如此这般才有资格替嘉庆皇帝遮风挡雨 具体部署以后 严世凡提出了一个疑问 要是那些买田大户不愿出着高价怎么办 看见了吧 这才叫提问题 而不是像烟茂金一样傻不垃圾的问些无脑问题 领导给出要求 千万不要能不能会不会的提问 问题要简洁明了直接了当 而且还必须是最可能会阻碍你半拆的关键问题 一句话 这个问题要显出你的水平 而不是表现出你的无能 严世凡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极为关键 而且是解决当前困局的症结所在 对于这个问题 严松自然要给出指示 那就让官府出面去压 修冲这句话就足以证明严松能够畏居内阁首府 绝非仅仅因为撰写钦词的本事 他对封建社会的构成 上层建筑的实际威胁太过了解 是农工商 构筑了封建社会的基本框架 是不能得罪 雍正皇帝就曾经在这类人身上吃了大亏 农更不能得罪 明朝就是农民起义建立的 也是农民起义推翻的 唯独工和商的基数太小 而且属于极得利益阶层 断断然不会也无法对统治阶层 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行闻至此有些感叹 大监寺中是不是就是说的严松呢 在战法茗苏 我们娘阻缓地会 是短司令 delta Tall 短司令发聡 advised 今次行避退 可真 大监寺 牆